本席因为对行政执行法第十七条 我们等一下审议前我一定要把一个概念厘清 所以特别请主席给我一个这个发言的机会 我是不是可以请部长 部长这个行政执行法 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社会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长期累计以来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做法 但是我发现这个法 其实在实际的这个作为上面 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那我想要了解就是说 法务部队这些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之下 比如说他去一个豪宅住 他说我借住朋友家 我借住亲戚女儿家 或者是说他如果去一些这个豪奢的餐厅 他就说我只是去找朋友 我不是来吃的 事实上你们也不可能有人在旁边做一些鸡茶 你们也不可能 都是人家几乎拒捐举以后才会发生 拒捐举很容易有这样的说辞 那我觉得在实务上你们有没有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你赶快说一下 这个是事实认定的问题 所以呢就要靠大家来检举 提供线索提供证据 真的因为我们人也很有幸 也不可能跟着这些大户每天跟着他生活 那比如说我们到顶上去 那他明明就坐在那边 那你坐在那边他有没有用 你的意思是事实认定 就是说你还要看他有没有照到他跟那些食物在一起 或者是他用餐 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让有一些侥幸 或者是侥幸之徒 就跑掉 他明明就是坐在餐厅里面享用大餐 他就可以给你辩解说 你又没有看到 你又没有拍到我跟食物 我只是在吃柳丁了 那个我已经吃完鱼吃了 你没有看到 所以我只是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其实你没有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想清楚 一定会变成未来这些人的一个逃脱之词 甚至他住在豪宅里面 他也可以跟你说 我只是刚好去谈事情 我半夜就要离开了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我要要求 一定要严格来执行 是